有一陣子就是迷上了看那個網路上的吵架的八卦 然後後來就是為了整體看到八卦 因為大家就是都會分散在各個不同的人的臉書帳號跟討論串 所以就做一個整體八卦的工具 然後就是一開始整體八卦我不太好意思切出來 我怕會變很多的工作 那我先看一下就是說可以就是把那個大家的討論啊就是分內這樣子 然後就是還可以就是根據他們的身份做肥膚圈這樣子 那 嗯 然後就是其中就是有一個主題是那個農業 還有特別感謝今天我來現場實在力量的粉絲團有幫我們分享這個連結 雖然說就是就是好像分享出去以後沒什麼人看這樣子 人就是覺得資料量太大然後就是有點演化了亂 所以後來就有人建議說就是可能就是要有一個懶人包的形式 就是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些就是小編的說明這樣 這樣可能就是大家會看這個東西的時候會稍微比較概念這樣 然後就是他的後台是用Markdown的問題 然後是就是HackMT的作者特別就是幫我開API給Face這樣 那目前問題就是第一個是就是因為編輯的過程中是要剪貼那些就是人家在Face 討論串的資料嘛 所以剪貼的過程就是很苦力這樣 然後所以說第二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去剪貼是人家公開的資料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侵犯到著作權或是有合費主張 或是公民媒體可以合理使用 然後第三個問題就是就是很多人都會許願說要看這個主題那個主題的整理 但是實際上能編輯的人數就蠻少 因為編輯真的太苦力了 所以就是為了解決編輯苦力的問題呢 之前Tommy Q他有稍微寫一個那個 本來要寫成流暖器外掛 但還沒有包成外掛 他就先把這個call給我 然後讓我貼在console裡面使用 所以用起來的時候 我就是要開那個browser的console去接他的程式碼 然後就是再把選起來的地方 他會一直都幫我轉成我需要的Rot Down舉法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是希望就是有人可以接手那個臭臭的成果 就是把他的這個call變成真正的browser的外掛 然後就可以比較正常用GUI使用這樣 我到時間了 欸對沒有人記憶 然後第二個是希望就是有人可以提供著作權商的意見 然後還有最近有一個蠻熱門的普大經驗不讚美的喔 那有興趣的就是也可以 欸對齁 可以就是加入這樣 可以到這個Facebook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